董奇昌 这不是什么好画 但是我只是想证明我真的在画董奇昌 等一会儿啊 我下面翻到的都跟董奇昌有关 他是我的主打歌手 这个也是董奇昌 就是靠右边那张 靠左面那个 右边那个是沈舟 然后这个左面的两张 当中和左面两张也都是董奇昌 这个又是董奇昌 当中这个也是沈舟 右边这个是八大三人 这只是我 过去十来年画的 一小部分董奇昌 我也算了一下大约画了三十多张 以董奇昌的画册为主的 我自己把它叫做书记靖武写生 我又忘记下面要讲什么了 当然我也画一些西洋的画册 上头有我喜欢的巴洛克画家 文艺复兴画家 我想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是什么原因让我对着这些画册在那再把它画成油画 但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谈 所以我这个题目从毛泽东到董奇昌 不是耸动其词 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今年不再画画了 那么我此前四十年做的勾当 就真的是从毛泽东那张脸开始 一直画到刚才董奇昌的那些画面 但是呢我没有足够的聪明想出这么一个好题目 就从毛泽东到董奇昌 所以我还是要老实交代一下 我这个题目是从西洋人一个县城的题目里偷过来的 那么改了一个名字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谁记得 在1977年左右 有一位很重要的小提琴家 叫埃萨克斯斯特恩 到北京访问 他是文革以后第一批到中国的美国艺术家 那么他就跟中国的小孩子交流 他很惊讶就在毛这么一个红色中国 有这么多儿童 有非常严格的古典音乐的训练 所以他回去以后 记者就根据他这趟旅行拍了部电影 在西方轰动一时 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红色中国 在开放以后的一个面目 那题目就叫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在座有没有朋友记得这部电影 非常生动的一部电影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 如果对大陆封闭的时候不了解 可能也会注意到这部电影 可是这部电影 当然不可能在中国供应 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 很怀旧 因为这里面看到很多失去的景观 当初北京是个很土的地方 但是很宁静 那么这个名字真的很好 就是毛他代表一个超级的一个独裁者 然后 莫扎特代表一个超级的音乐天才 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相信大家看了电影以后 会发现他们有关系 建国以后大家知道 尤其是文革十年 毛泽东几乎禁止了所有古代的艺术 也禁止了所有西方的艺术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以后 我相信今天这个天天要去读毛主席书的人实在很有限了 可是大家还是天天在听莫扎特 还会继续听下去 所以我那天那个这边的江逊先生 逼着我说你怎么也得给个讲题 我忽然就想到了这个题目 就改了一个名字叫毛泽东到董奇昌 那么在毛泽东和董奇昌之间 那么在我这边是一个很实在的关系 以毛泽东史以董奇昌中 如果我今年不画画的话 这四十年来 可是他们俩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有关系可能没有关系 我也想了很久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俩据说到很老了以后 都喜欢跟很小的小姑娘玩 董奇昌在这方面是出名的 毛儿后来也挺出名 此外当然不容易找到一个相似点 毛儿是19世纪光绪年间 生在湖南的一个革命家 军事家 他也被称作伟大的思想家 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是文化大革命的策动者 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董奇昌生在十六世纪 十六世纪 松江人 算起来我可以攀 攀他是个同乡 是一个书画家 也算是个诗人 也当过官 照史书上的比较负面的说法 他就是我们现在说法就是个土豪猎身 那么 毛儿一辈子的事业 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想要扫荡所有 包括从孔夫子到董奇昌 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 而且他成功的扫荡了 所以如果这两个人要是活在一个时代 董奇昌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他的田产会没收 然后他会下方改造 至少是地主分子 或者是现行反革命 弄不好就给打死 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人认识 情况会不一样 毛喜欢书法 毛有风雅的一面 所以董奇昌很可能被请到中南海 跟毛一块吃饭 然后聊一些风雅的问题 甚至对师 那么用毛的说法就可能会给他一笔钱 在文物单位 让他养起来 养起来做反面教材 这是毛的说法 对很多老先生 包括周作人也是这样 养起来一个月两百块钱 毛的工资才五百块钱 所以这待遇挺高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毛的世面当然就下去了 跟文革那会不能比了 董奇昌的世面越来越火 大家可能知道 董奇昌在五四以后 曾经是徐悲鸿 陈独秀 和这些新党 猛烈批评的一个人 因为在他以后启动了四王 王石敏 王元祺 王慧 还有王健好像 这四个人 就是明末清初的一代画家 被认为英雄守旧 玩弄笔墨 死气沉沉 所以在五四以后 启动了一个新文化运动 和新的绘画运动当中 董奇昌是一个总的被批判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中国画的没落就从他开始 可是戏剧性的在文革以后 在过去三十年的一个学术脉络当中 董奇昌被大规模的恢复名誉 而且追认为一个比他生前更伟大的一个画家 当然我不可能在这里谈论董奇昌的绘画艺术 我既没有这个知识 这也不是一个对的场合 他的所谓南中北中 他对整个中国画的一个总结 但是我曾经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面 给了他一个称呼就是他似乎是中国文人画山水画的一个公共秘书 而且是一个集体代言人好像 从隋唐五代宋元明到他为止 那么他做了一个极大成的一个表述 从文字到他自己的作品 然后又开清代三百年一个水墨画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境界 但这只能很粗略的这么说一说 大家也应该知道尤其在香港的朋友 他的画不断被世界欧美最高级的博物馆收藏 也在中国的故宫上海博物馆有非常丰富的收藏 而且多到最近拍卖行上还在不断出现他的东西 所以我很斗胆暴露一个秘密 就是我居然也开始收藏董奇昌 不再是画他的画 我居然趁这两年的一个拍卖有时候会走下坡的一个 或者大家怕有假画 我居然收藏了董奇昌的一个中堂 收藏了他的一套策页 还有他很小的一个吃赌 他给朋友写信 谈到朋友的夫妻情色不和 向他请教 他说这是非常难说的一件事情 那这笔字真是非常风雅 非常风雅 我是很小的一个吃赌 我有时候没有人就晚上拿出来自己看一会儿 就不相信这是一件真的事情 但我这两年开的最大的眼福 就2005年 我特地到香港